喂 你好 请问你是张大夫吗 你好 我是张大夫 有什么事情啊 张大夫 你赶紧你救救我吧 我感觉我这身体现在出现问题了 你简单描述一下什么问题 那我什么问题 那我发烧感冒的 我不就不找你了吗 肯定就是有难言之隐 你这个难言之隐 你跟我讲清楚啊 不知道我怎么给你吃啊 就是吧 有点痒痒 刚开始是有局部痒 这两天有点扩散了 起了身上 没少洗呢 就起的青春痘是啥的吗 还有闷头 有点上火了 贼疼 就身上也有嘛 关键我不知道啥玩意 身上整的 你这个球狗 我初步看就是没毒啊 好 那没毒呢 我就放心了 那可不可能是闻的钉的呢 如果是刺呢 你这天哪来的蚊子 我说你是没毒 没毒 是 那我是 你别吵上 那我没毒的话 那我有什么呢 没有毒的话 你就是没毒 是 那我谢谢大夫吧 那没毒了 我再看看 没毒是病 只要就是压健康嘛 缺乏锻炼呢 总熬夜啥的 我跟你说 你这个是性病 没毒 没化的 不是没有 你这个人 怎么一点 医学常识 你怎么有呀 不是 那我有医学常识 我能找你吗 再想说 大夫 我这个病 那怎么还跟梅花 有关系呢 是不是花粉过敏 造成的呢 放屁 花粉过敏 不是 你怎么还骂人呢 大夫 你就说病 你就说病呗 你这个病 你这个病痛过性传染 你不带保护措施 你互乱图 你造成搞出来 这个病 大夫有没有可能 是因为 是因为我不爱洗澡 完了不勤怀内护 啥的造成 大夫那我现在要是 去解破烂的话 还能感叹吗 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 我跟你聊病呢 你说什么解破烂 那么你先是我的 解破烂吗 不是 大夫你说 咱俩先冷静一下行不行 咱们聊病行不 关键是 我这咋整的大夫 这个人 您去大医院看过了没有啊 我看了 我咋没看呢 看完就说我没毒 我听没毒呢 我就走了呗 我说没有毒的 走就逮了 我跟你说 你在这个大医院 治这个病 没有一万块钱 你想你都不要想 你知道吗 那我有一万块钱呢 那我回去问问他吧 不行的话 你问什么你问 你什么 这么多好来话 我说这个大医院 治这个病太贵了 知道吧 是 那你就说贵呗 你扯什么一万块钱呢 五十五名呗 这个贵 所以说你妈 你来我这里指 我这里有祖传秘籍 出费 传下来专门治这个病 张大夫 你们家也太惨了 那怎么还祖伯得没毒呢 那没得过 你细心 没得过 怎么能想起来研究呢 就是最少得只有一个人得过 就是你祖上 你太爷 或者是 那你们家祖上 如果都没得过没毒的话 那就是捡破烂的 喂 喂 张大夫 你别生气行吗 我这不是跟你聊病呢吗 我不得花钱 管你这买药 我问清楚一点呢 对不 你说感冒了 那我不是着急吗 大夫 现在我跟你探讨一下 病情啥的吗 跟你家里人 你怎么还跟我 撒几摇呢 大夫 怎么还坏色了呢 你半岁话了 你九话 你知不知 我知 你小智 你骗我干什么 你小智 你半岁话 对不对 你听我的 喂 喂 这怎么还没血厚呢 我换个地方 喂 不是 大夫 我实在没有办法别废话 咱们除了不废话 知没毒 咱们还有别的办法 这太早醉了 那具体能有多低呢 什么价位呢 就是 那一院一万 你这九千 没便宜多少啊 那几个疗程 见效啊 那我买 一到两个疗程 行吗 那你这也太贵了 那我还不如去大医院呢 那你这便宜点 那如果要是单纯职养的话 能不能便宜点啊 那你这价位我就能接受 那你给我来三个吧 大夫 你看能不能把超市外卖电话 给我呀 什么电话 给你吃你了 这书母 你看你骂骂咧咧 你啥一声的你是 喂 这怎么还挂 点个赞再走吧